好 老師很多在古時候 我們的那個三頭院都是這樣子 一進來一定是先一個吃飯 餐廳 然後餐廳完之後才進去除 就是先糖扣膳 再來找 重點是 冰箱是我們的財庫 對 這個冰箱竟然向著出入口 對 向著客廳容易有破財的危機 建議這兩個冰箱 可以放在45度角的柴位 放裡面一點 要分一煮食 兩台耶 對 分一煮食 兩台冰箱 家裡人口很多 現在很多家裡都有兩台 是不是這樣 第二個 這是廚房 廚房 媽媽出來不需要看到刀吧 有 一個剪刀 一個剃刀 對 媽媽的小雪光難逃知道嗎 而且我跟你講 它真的剃刀剪刀都合在一起 你看 因為這樣合起來 看起來就很簡單 對 兩把 上面一個小刀 下面一個鋸子 小刀是我朋友 認識嗎 認識啊 認識啊 白熟的 白熟的 對啊 媽媽有身體嗎 不是嗎 或者是 馬尼國偏嗎 欸 媽媽是 有一次半夜睡覺 然後起來上廁所 然後就突然 她就坐在那個房間外面的椅子 嗯 然後她要去廁所 可是她 就是突然不會走路 媽媽就突然恍神就對了 對 就整個不知道人 然後是剛好我就是被媽媽吵醒 就是有聽到聲音 就發現不對勁 我就趕快就是睡夢中驚醒 然後出來看一下媽媽 然後問媽媽說 你在幹嘛 媽媽說 媽媽就突然說我要去廁所 可是我走不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跟大哥 她也有點嚇到 好 剃刀要包起來囉 用木板 幫她做一個包覆 其實很簡單 那麼就不會有什麼的 剪刀跟剃刀外露 媽媽就不會出廚房門看到刀 這個比較簡單 老師 我又發現了 對 是拱刀門 拱刀門 好像 而且上面有刺繃耶 很多 很寬敞 拱刀門比較不好清 對啊 拱刀就像我們說的一個枷鎖 枷鎖 枷鎖 下一把鎖 就是代表古人或官司的意思 拔刀官司還好 這種拱刀的門或通道 都要小心官司跟拔刀 所以這裡可以修成平的 這邊做一個門 那麼我覺得就像他們家庭 好 酥猛的剃刀與剪刀剎 可是讓媽媽深陷 卸光災害中 千萬不能馬虎 可以用木板包覆蓋住 旗形體以化解煞氣 而居家裝潢常見到的拱門 以使家人遇到官司 罰單問題 可以在廚房加裝門的同時 將拱門修平便可化解